中戏电影《嘉江上映》,主演都是中戏高颜值学生。导演是孙洪雷静东的老师。 中戏电影《嘉江上映》,主演都是中戏高颜值学生。导演是孙洪雷静东的老师。 近日,音乐剧电影《嘉在中央戏剧学院》举办媒体见面会,导演刘洪雷,副导演李雄辉,作曲《戴尽松》,编剧陈晓玲等出席,中央戏剧学院音乐剧系毕业生孙洪雷也来到现场。 电影的全部演员均是来自中戏的音乐剧《戏师生》,主演是2013级学生和老师,另外还有2014、2015及2016级部分本科生、研究生参与。 刘洪雷坦言当年为了市场,曾考虑让孙洪雷或晋东出演。 也邀请了锦东、胡军、刘浩然等中戏校友录制了小视频,但最后决定放弃。 他们已经是很成熟,走出校园的演员,作为院校,我们还是希望能培养更多的人才。 刘洪梅说。 《家》是巴金的代表作之一,是其经流三部曲《家》、《春》、《秋》的开篇之作。 主要讲述了20世纪20年代初期,四川成都一个封建大家庭的腐朽没落,以教心、教民、教会三兄弟和瑞爵、梅芬、鸣凤等的不同命运为主线,控诉了封建制度对生命的摧残,反映了新一代青年人反封建意识的觉醒。 老电影《家》、1941 作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,《家》在1940年、1941年先后被吴天和曹宇改编为同名话剧,也曾在1941年、1953年和1956年三次被改编为同名电影作品登上大荧幕,更在2008年被改编为同名电视剧搬上了电视屏幕。 2018年,在《距离原著问世》近90年的时间后,以音乐剧电影的形式重新演绎此经典作品,是我国首次尝试舞台与实景相结合的一部音乐剧电影,标志着中国音乐剧电影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。 同学都瞧不起我,当初答应老师三个月下数差,结果毕业的时候啥差也没了。 观影后,孙宏雷表示作为首部音乐剧电影,家的完成度很高,并称赞了师弟妹们的表演功底。 最后,他还喊话远在国外的近东,电影好不好看?惊不惊喜?作为刘老师的学生和我的师弟,你也得表示表示。 之所以要拍音乐剧电影,是因为这类型电影在国内的关注确实相对较少。 刘红梅在接受采访时表示。 音乐剧电影应该要被更多的观众看到,也是满足大家的多样化需求。 不同于国外的音乐剧电影,这次拍摄音乐剧电影家,是整个主创团队经过思考之后的慎重选择,更多的是希望用音乐剧的形式去弘扬我们自己的优秀民族文化。 剧中的青年演员表演功底扎实、歌、舞技术全面,是兼具高颜值、高品质、年轻化的几家专业素养的全家演员。 作为新时期的青年演员,来诠释和演艺物四妙动时期的青年成长历程,穿越时空和历史,用青春致敬青春,也是该片的一大亮点。 据悉,音乐剧电影家已定档于6月15日登陆全国院线,并将于6月赴美国参加麦阿密国际电影节。